今天是10月3号了 十一黄金周 也没见有什么人呀 看看这条马路上 经过的人 就等于没有啊 今年国庆三亚 为什么没有人呢 今年的生意真的没有去年的好 去年的时候 我们现在都在忙了 你看今年 七七拉的 现在这种商业整合体制 一点意思都没的了 那些花样生活多了 这是同龄的白头行程 现在被五月广场 去管了一年多了 还是空荡荡的 早上还没走到 哪能走到人吗 人还在家里玩谁 老公这个月发工资了 一大早上我们去大吵了一架 昨天我在做饭 老公下班回来告诉我 他发工资了 我说发了多少 他说两千五 我问他为什么只发两千五 他说厂里效益不好 只发基本的工资 当时我就累崩了 心里想不要抱怨 他也不容易 一个人撑起这个家 到最后 我还是没有控制住 对他唠叨了几句 发这点钱 这个月怎么过呀 他说工厂效益不好 我能怎么办 我们两个人吵了一会儿 邻居都被吵来了 饭也没吃 晚上我躺在床上 辗转反侧 想想老公以前 一个月发四五千的时候 才勉强维持生活 而这个月只发了两千五 还要交财暖费 该怎么办 想到以后孩子大了 花钱的地方更多了 父母年纪大了 生病 车贷 这些都需要钱 现在我也33岁了 这些我平时根本不敢想 一想到这儿 我觉得生活没有盘头 我有时候想 为什么把生活过成了这样 什么都没有 除了拿生命换来的孩子 不管你今天哭得多么伤心 明天还有装作 什么都没发生 给孩子做饭 委屈和心酸 只有至此知道 每天再恨自己 一事无成 什么都没有就嫁人了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自己选择的路 哪怕跪着也要走下去 这生意不做我不死心 做了死的心都有 一天天卖的银额 还没有我的血压高 好想喊一句 去他妈的生活啊 太累了 有点看不住啊 同行们 你们放假生意都好吗 今年到底有多少人失业了啊 前前前公司的同事跟我说 他马上也要失业了 他可是做财务的 他说上个月公司还好好的到月底 老板就说公司快挺不住了 现在身边的朋友十个有七个在待夜 有的不到三十都一年没有工作了 身边的朋友都说 今年工作特别难找 有的实在熬不住的就跑去送外卖 跑滴滴了 可是现在跑滴滴的比做滴滴的都多 昨天还在办公室敲键盘的人 今天就失业了 也是摆摊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了 招聘的企业大多都是创业新公司 这波新公司会不会就是因为公司倒闭了 又找不到工作自己出来单干的那拨人 天啊 今天到底有多少人失业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只说实话的频道 在影片的结尾还会有总结 喜欢我们的朋友请不要忘记订阅 今年很有可能连阿里这样的公司啊 都要顶不住 我真的是这样感觉的 因为现在各个平台呢 都在大力搞电商 你看那很多直播间里面的东西 卖的多便宜啊 但是就是很少有人买啊 大家看到了只是一个红锡效应而已 大家都是图便宜 去买点必要的生活用品 老百姓真的是消费不动了 兜里面没有钱了 真的是消费不动了 希望未来三到五年还是很好的 三到五年 我觉得大家的工资肯定会涨 我们正在处在一个转型的商业阵痛之中 这个阵痛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老百姓呢 还会持续的消费不动 你从这个 今年这个大闸蟹 我看都不温不火的 另外很多人可能都不买大闸蟹吃了 严重的消费降级 各个电商平台呢 都在大力的促销啊 什么都是 有些就是赔本赚个吆喝 而且很多平台呢 都在尝试阿里巴巴的电商市场 电商平台 他今年的GMV啊 和他的很多东西可能要下降25% 但是阿里这个巨人在东南亚各个市场里面 我觉得还是很有很厉害的啊 特别是在海外一些东南亚国家 他的电商正处在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周期 所以说也不用太慌 不要拿国内的东西啊 去因为阿里早都是 已经是一个跨国型的一个一个巨头了 呃 我们中国的市场呢 也只是阿里版图了一部分 但是是很重要的一个板块 希望这些大企业越来越好 大平台越来越好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 嗨大家好 今年的中秋节呢 也是过完了 但是我感觉今年的中秋节 是最荒凉的一年 虽然说去年有疫情吧 没放开吧 但是去年的中秋节 我觉得也是很很隆重的 但是今年的中秋节 我觉得非常的荒凉 买药病的人也少了 聚会的人也少了 我看了一下 今年送礼的人也不多 其实很多人都抱怨 现在的钱蓝转 我觉得咱们普通老百姓 钱蓝转我觉得很正常 大家都知道最近特别火的一个大老板 许家印 大家想想许家印是什么人物呀 曾经的国庆节 站到天安门广场的那时候多风光 大家都知道已经进去了 他都干不下去 他都不好干了 你想想咱们这种老百姓可想而知啊 我偶尔也是抱怨 但是呢 我觉得虽然说我们赚钱手吧 钱不好赚吧 但是人要知足着常乐 你赚多少钱是多呀 对不对 你赚钱多于少 你一天都是吃三楼饭 你晚上睡觉都是睡一张床 其实我觉得人啊 一辈子不要攀不要比 唯一比的嘛就是身体 对吧 你有个好身体比谁都强 你有个好身体健康的身体 能吃能喝 就是你最大的财富 现在的社会都值得钱来赚 但是呢 好赚的时候呢 你就赚一点 不好赚的时候呢 你也别灰心 是吧 想开朗 从这今年的中秋节 我就能看出啊 现在的人啊 把这个节日看的不是特别重 觉得有可能是现在的社会冷漠了吧 而且今年真的 我特别的明显的感觉出 送礼这种事 今年是最少的一年 超市的月饼啊 今年的月饼 可以说都销不动 卖不动 大家看到我的视频 今年的中秋节呢 有没有美月饼送礼来 最近啊 北京的天气也是变凉了 短袖也是穿不住了 但是这个生意呢 也是彻底的凉了 大家看到我的视频 特别是盖餐饮的 大家觉得今年的餐饮的成本高吗 而且今年的餐饮 是最难盖最难盖的一年 或者别的行业怎么样 而且今年就是我们这种餐饮啊 就是成本高 全都进了货了 进进货 交交房租 交交电费 你自己再花点 就所剩无极 大家看到我的视频 大家有没有觉得 今年的中秋节 没有往年热闹 送礼的也没有往年多呢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中国的经济形势 正显现出下行压力 全球投资者 持续撤离中国资产 9月份 全球基金经理们 对中国股票的投资 持续减少 将其持有的中国概念股的仓位降至 自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与此同时 在今日恢复交易的香港股市中 中国概念股的表现 颇为疲软 下跌幅度达到了3.4% 9月份 外国资金大量流出 摩根士丹利的MSCI 中国指数也随之下行 摩根士丹利的报告提供了详尽数据 显示9月份全球基金进一步削减了 对中国股票的投资 这使得中国股票的平均持仓量达到了 自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在定量分析报告中 策略是Gilbert-Juan等人指出 9月份 中国和香港股市的主动多头基金经理们的 净卖出总额达到了32亿美元 这主要归因于投资者的资金赎回 以及基金经理们对其主动仓位的重新平衡 9月份的资金净流出量超过了30亿美元 这是连续第二个月的大规模资金流出 尽管中国在8月份的经济数据 显示出一些稳定的迹象 但这并没有有效抚慰投资者的情绪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困难 这对中国股市构成了实质性的压力 近日 中国地产巨头恒大集团的董事长 许家印被捕的消息 引发了市场的剧烈震动 有市场观察人士提出 中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 采取的各项措施并不充足 他们认为 当前的政策并未能有效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 周二 10月3日 摩根士丹利的MSCI中国指数继续下跌 今年以来的总跌幅已超过11% 预计将连续第三年出现下行 这将是20年来最严重的连续下行记录 在9月份 外国基金通过与香港的交易 竟卖出了375亿元人民币的A股股票 这继续了8月份120亿美元的创纪录的资金流出 这种趋势的持续 显示出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正在不断减弱 在香港公众假期后的首个交易日 冲盖股遭遇重挫 11天的公众假期过后 香港股市于周二重新启动交易 但结果并不如人意 三大指数 恒生指数 科技指数和国企指数均出现下跌 这周盘时 恒生指数下跌了2.69% 只跌在17331.22点 科技指数下降了2.63% 售于3817.52点 而国企指数更是下滑了3.24% 售在5949.18点 尽管中国在上周日宣称其旅游业的收入 已经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 但这并未能扭转周二香港股市的颓势 值得注意的是 香港上市的中国股票遭受的冲击尤其大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了3.4% 这是至今年7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在此次股市下跌中 科技和金融股的表现 是拖累国企指数的最大原因 国企指数抹去了上周五的涨幅 这些股票之前的上涨 主要是因为市场对黄金周假期消费 可能提振今年全球表现最差的 主要股票市场之一抱有希望 此外 大陆的房地产股在香港市场也不便下跌 劫师收盘 融创中国下跌近7% 融湖集团下跌6% 碧桂园下跌4% 中国海外发展下跌3% 业内人士对此表示 这个是季度的糟糕开局 答应出近年以来 一直困扰中国股市的深层次悲观情绪 他们认为 市场对于中国经济的恶化预期 以及对于政策紧缩的担忧 可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香港股市已经恢复交易 但中国大陆的股市本周 仍处于休市状态 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市场的不稳定性 对投资者的情绪产生影响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